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好像耶稣漠视他的家人来找他 其实耶稣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让众人理解天国里的人际关系 在神的家里 我们不是因为血缘 种族 语言 背景而成为家人 乃是因为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 耶稣提到这一点 再次把我们从信耶稣得救的层次 提升到得胜的层面 因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在教会中 有各式各样的基督徒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 有人会说 哪个人是谁的亲戚 谁跟谁是老朋友 谁是这间教会的元老 创办人 谁奉献了一块地 谁出钱盖了礼拜堂 谁为教会做了多少多少 我们似乎已经太习惯这样介绍一些人 他们的身份地位背景 甚至他在教会有过什么丰功伟业 他是什么长老传道牧师 神学教授院长等等 但是想一想 如果我们这样跟耶稣说 耶稣会如何回答呢 耶稣应该也会像这里这样回答 凡遵行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母亲了 耶稣所看中的 不是你的身份地位 做了多少事工 教会的支离 主耶稣所看中的是 遵行天父的旨意